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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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不适合户外活动 在温度方面还要提醒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虽然说即将迈向六月了 我们看到今天明天各地都还是温暖潮湿的天气形态 高温基本上都还有30度以上 但是到了星期天还有下周一 温度会转凉了 今天明天还算温暖 但是周末开始吹偏东北风 所以星期天到下周一 您会发现北部东北部的低温降到了21度左右 中南部也降到23度上下 感受上面会比较凉 要加一件宝外套 今天星期四天气小丁令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流域可能会出现雷雨 中南部跟东南部也会下局部阵雨 越接近周末天气越不稳定 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方燕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燕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